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刘山 大家记得like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帮忙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浪费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集回来讲一讲BNO友 挺搞笑的 现在英国的消费物价指数 如果以7月份来计算 其实安年已经升了10.1% 其实是相当夸张的 记住 这个数据也叫做拉云 可能有一些关于入口 或者要经过一些比较长的运输 或者那方面的需要能源和一些不同的物资 来制造的话 其实是可以叫做再贵一点的 因此它们就出现了 例如好像IKEA 有一些的家事 突然贵了这么多 可能因为原材料的运输成本 还有可能叫做短缺等等 就因为这样 可能加了超过20% 30%都不行 这个叫做10.1% 其实已经是他们40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其实英雷银行那边也说 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再升高 看到有些媒体就去访问一下 这些近来去到英国的香港人 对于这样的物价上升的大环境 他们如何去自处呢 看到有些挺稀奇的精神 说到他们的稀奇的精神之前 之前也想说一下 看到最近有些已经去到BNO祖国的人 都在这里摆了一些照片 哇 今天真的很多人赶着在英国的班机上上机 大家都说在暑假玩到最后才回家 他们回家的意思就是英国就是他们的家 我经常觉得他们说这些话很死肉麻 明明都没有真正的英国的护照 如果真的当你是自己人 就不用搞这么多 就要5加1 又要这样 又要那样 一早就给了你们 还要看看你们隔过渣才行 他们觉得很开心 觉得很多人都喜欢一起回英国 一家团聚 最开心 他们觉得自己是英国人 大家一起回祖家团聚就最开心 有一个大姐 大概38岁 她和她老公和两个女儿 一年前就已经去到祖家了 还说这一年来说 就见证着那个价格的上涨 因为加上俄污的问题 更加会快了 例如超市的东西 普遍来说 都是加了大概一成 其实都挺金的 是吧 等于这样 你买包沙律菜 可能本来大概30元港元 现在叫33元 可能你买什么洗衣液 买些大瓶的 可能接近100元港元 现在就变成110元 你全张单卖完之后 小数怕长计都真的会挺金 那你们的人工有没有加多10% 如果没有的话 就等于你的人工就少了 变相对吧 有些东西你不省得的 你吃的又怎么省 那怎么样 不用洗洁精 那些那么少一些 省着洗 那她说部分的物品 就改了一些叫大包装 不过就叫做少了特价 那好像我们自己买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自己都会记住 但是你经常想买那件东西 大概是什么价钱 一见到特价就会买多些少 另外油价更加是隔几个月就贵了一次 对于入油那方面真的挺麻烦 看到那些网友有时都会发一些 他们在自己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方入油的账单给我看 看到澳洲也有 新西兰也有 加拿大也有 多谢各位网友的报料 说连坐地铁都贵了 再加上水电煤的费用 比起香港是贵了不少 所以生活压力是有的 那什么是有的 有就有 对于这些水电煤狂加 他们那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其实每逢港灯 中电 说要加价 嘩 吵到疯了 又说要有什么回赠 加完又怎样 加完加又在那里 政府会不会有电费的补贴 每个月有多少钱 就为期六个月那些 那再说 面对着通胀 那没办法 在什么可以省呢 最基本的就是折衣熟食 都说出去吃饭比较贵 可以叫可免质免 你想想 如果生活到 有时想出街吃饭都不行 其实都挺辛苦 有时可能你累 或者你不空 或者煮到厌 或者甚至乎家人都吃到厌 你还要在煮 那种困兽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香港大家那么喜欢买外卖 就是在家里都可以 不需要煮吃到外面的东西 那去餐厅吃是一件事 有些人就喜欢买外卖回去吃 不过就没有那么环保 有胶袋 又法宝家饭盒等等 所以有时我带个盒子出去装买外卖 而且唯有平时多点去超市格价 那他们的阿Q精神是怎样呢 他们都要寻找一些 给香港好的地方 令到自己觉得安慰一点 贵就贵 贵贵又怎样 哎呀 给香港好这方面就行了 那他想到哪一方面呢 他就说是居住环境那方面 一定给香港便宜了 他就买了一层在伦敦的松科 大概900尺的物业 他说价格呢 其实你说是不是很便宜呢 那我不太觉 他连上装收大概用了600万港元 还说同样的价钱 只能够在香港买到屯元天 就是屯门元朗天水围 那买市区呢 如果用600万的话 最多会买到三四百尺单位 那900尺是不是很大呢 那我又觉得OK 就是如果去了英国住的话 那我可能觉得用这个价钱 买到这层楼已经很开心了 那他说当是自己的 叫做安乐窩 有个家了 哎呀 都是那句 05年后 第6年 可否让你定居成问题 我都说了很多次了 现在都说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可以叫做永续签证 就是我不让你做英国人 不过你可以永续这个BNO组家签证 你可以永远留在这里 不过你永远都不是真正的英国人 那你留不留 那你就曾留在这里了 那当然了 他说不怕 我有份工作 其实也有一个牵带出来的问题 你有没有那么多钱 给你小孩子读大学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之前我也说过有一单 就是说有个年轻 都读书挺厉害的 那个妈妈和他自己都非常旺 不过考到LSE 名牌大学 还要是法律系 谁知道就没有钱读 那你说一个这么亮丽的成绩 你回香港读的都没问题 是不行 因为他们够黄 黄到就觉得香港 已经不再适合你住 什么读书 寧愿就在英国 就做餐厅 做兼职等等 存够钱才再去读书 或者叫做英国人的身份 才再去读大学 其实出来做过事就知道了 有时你做一些不太比较上 一些是公司 或者一些比较上是正经一些 我不是说做适应 做酒楼不正经 只不过是人多 品流复杂 什么人都有 这些年轻人很容易被人大坏的 这些年轻人 他倒马 又倒球 又倒这样 又倒那样 又粗口烂舌 我自己觉得有点浪费 如果是他的话 我想应该一般的大学 一些不错的科目都应该会收他 因为真的有很smart的人 逻辑 和数理的方面真是很厉害 没办法 他自己选择这条路 我迫不住 再说 比较令他们烦恼就是 找工作的问题 他都说的 是 英国的薪酬 比起香港低 你纯粹找份仓务 司机也应该不难 但是专业行业要考当地的事 一定要过关 他说自己以前在传媒那里做 现在没办法 唯有去英国做一份卖西饼 也好一点 即使他和他老公两个都可以叫他去做事 而两个女儿都还叫他做事 另一个 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叫做不错 两夫妻今年一月就去英国 他说说大概物价是怎么样 他说买了梳香蕉大概是7港元 一个奇异果就由45便市升到50便市 也不算加很多 一只两份份 奇异果是吧 15只鸡蛋现在卖到2磅2 即是大概19.5元左右 例如越南米粉这些 还是粉丝那些 一条条白毛毛的 就加很多 因为这些要进口 1.6磅就升到2.7磅 即是你买一包越南的这些 一扎的米粉 就要成24.5港元 他说水果肉类暂时来说都不加得太厉害 不过他说像这些越南东西 就不值这个价 他说会吃少一点就吃其他的代替 他说自己租金和水电集费 原来每个月都要12000元左右 可以接受得到的 现在这个加幅 因为你轻轻轻轻轻 都可能叫做不多角 他也是一样 出街吃饭 真的比香港贵 他说例如在曼城吃这些港式小菜 一碟都已经820元港元 碟头饭还大锅 80元 那当然啦 你说会不会很好吃呢 那当然是香港好吃 他自然都说的 都没办法 唯有少点出去吃 80元碟头饭也挺金 香港的两送饭也有25元 或者30多元 都有交易 而且是很大碟 或者是很大盒 他说他本身在香港做IT 说在英国做IT 这一行竞争很大 所以都是收工的 好了不需要再想这一行 现在说自己在英国的国民保健署 就做一些文书工作 也算不错 不过人工就不太多 只有14500元港元 是比香港少的 你记住 14500元还没打税 水瓜打狗不见了一截 就只剩很少 你看他自己也说 水电集费租金都12400元 你月薪也不够交租金 因为要扣税 幸好还有储償 所以他赚这个钱 一泡过 已经可能要给了那些租金 水电集费下去了 那你用什么 咬老底 他说不过怎么也好 是英国的生活更加似生活 哇 真的 喂 那你这个生活 或者你这个叫更加似生活的生活 是要用你的积蓄 来到去满足 那死得了 你这日不夫之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那么开心 就算你环境很漂亮 还是怎么样 就算什么很欢阔 那些人很nice 还是怎么样 跟用钱买回来有什么分别 就是你觉得是nice 但是你入不夫之 你住来做什么 是吧 这些叫似生活吗 你连基本的开支都搞不定 好心不是韩人住这么贵 笑死人 那我现在就不是大富大贵 不过就不用被人捉 就是说以前可能在香港做事就被人捉死你 他说以前一个月大概是30000元个月 那记住 那你香港的 你扣起其他税 免税的减免之后 其实就不是加很多税 那30000元个月 他说压力大 喂 你30000元个月嘛 当然压力大 喂 你在英国少了一半有多 他说这里说收工就收工 是啊 喂 你找份工 香港10000元那些都可以 是不是 你都瘋了 喂 你吃得咸药抵得渴 收30000元的薪工 那当然做的事压力大 比这份什么简单的文书工作 你都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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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以为自己很开心 这些真是瘋得挺蠢的 所以为什么说他们阿Q的精神呢 就是这个原因 你连自己要拿一些积蓄来填滩 才叫做生活到 竟然说这里才叫做生活 你都瘋了 喂 那么大多人都不化 真是 哎 虽然说一句 你不要回来好过了 原来有这样的人 真是 他们觉得这么开心 就由他 好了 今次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